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3月5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這節繼續和大家講香港的新聞 這節我們繼續揭露 在疫情之下 似乎真的令人瘋狂 早前我們已經揭露過 一大堆藍絲 建制派藍絲KOL 都被香港港共政府 逼得快要發瘋 以前我們說他們快要發瘋 可能是一個比喻 但是走到今天 其實他們 真的可能快要發瘋了 當然 是真是身受其害的藍絲 還有 可能是身受其害的 那些危立法會議員 實際上 我們一直都說 不僅見不到這個港共政府對市民 有任何的幫助 基本上就是在不斷加害市民 甚至乎連支持政府的那些建制派 在這個所謂 抗疫的路上 可以說 是斗嶺也拿不到 基本上 所有的成本 全部轉嫁給他們 這幾天跟大家已經揭露過了 抗疫的發達大計 抗疫大發 大發國難財 基本上 香港政府 完全是沒有打算真心抗疫 好了 因此是這樣 建制派 越來越瘋狂了 覺得 再交由給林鄭月娥 這個政府去搞 所有人都要死了 因為現在 真的 知道甚麼是撤膚之痛 是藍絲 黃絲不用說了 大家都熬得很辛苦 由2019年 打後開始 有甚麼時候是舒服過的 基本上是沒有人舒服過的 這個難關 是很難過的 我們也同意 我們香港人最重要是不要亂了一陣腳 不要因為那個恐慌的情緒 帶動了大家 然後 就去做很多藍絲才會做的非理性行為 大家其實 繼續 緊守著自己的防疫 其實 我相信就會很有幫助 我們在 英國那些香港人 英國的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為甚麼他們好像沒有很嚴重的疫情呢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 怕死 說得難聽一點 怕死 即是謹慎小心 跟一個 謹慎的駕駛者的態度是一樣 謹慎的駕駛者 你不會說怕死 其實就是因為你 小心 然後就不會出事 你做多 比別人更加多的步驟 別人戴一個口罩 你不是戴兩個 但是你每次 真的洗手 看到懷疑有病的人 你站遠一點 不要出去跟人吃飯 跟人吃飯是最容易中招的 飛沫 就是在吃飯的時候是最多的 其實 以前就算是 感冒 流行性感冒也好 家人有病 其他家人未必中的 坐在一起吃飯 就會中的了 如果大家分開吃飯 其實就算在同一家屋裏面 也未必一定會中招 我們其實早前都病過了 不過做了測試就沒有確診 主要是 跟吃飯有關 如果不是吃飯 其實是真的會 不會中的 好 那就不說那麼遠了 回到梁美芬 這節要說的是梁美芬 梁美芬 開始失控了 怎樣失控呢 繼續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 今晚10時 星期六 今晚10時 就會跟大家嘗試做Live的節目 想跟大家多點互讀 繼續跟大家 談天雪地 天南地北 香港時事 國際政治等等 跟大家 一同研究 請大家留意 我們盡量都會晚上10時 今晚第一次 嘗試做Live 我們會在主頻道播放 升旗易得道 主頻道升旗易得道 大家記得繼續 支持六部曲啦 我們最近 慘遭 美國制裁 不知為甚麼制裁YouTuber 我想來想去也想不明白 他們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 繼續炮轟烏克蘭 但我們全部被人經濟制裁了 時事KOL 全部被人黃標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真的沒有辦法 請大家加倍努力 只能夠 現在是 你要10倍努力 因為我們 有 廣告的節目 只剩下十分一也沒有 昨天是全黃 我們現在也沒有辦法 苦無辦法 請大家繼續節目按like 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平時做開看開一個廣告的 現在要看10倍 平時播開全天候播放 沒有辦法 繼續全天候播放 繼續幫我們無限按照 繼續幫我們欣賞節目 欣賞廣告 我們也沒有辦法 我們試一下繼續做直播節目 跟大家互動 另外就沒有辦法 真是可能要 重新啟動回復廢模式 希望 經濟許可的朋友就是多多支持 約定大家今晚10點 星期六今晚10點 我們是英國下午來的 到時跟大家繼續說 試試 到時應該會有update的時事 這一節先說回梁美芬 梁美芬這群藍絲 開始失控了 立法會 繼續審議這個 防疫規例法案 多名議員 表達對政府強烈不滿 新兼基本法委員會 的委員 經文聯的梁美芬批評 說政府 完全沒有控制到第五波疫情 我說給梁美芬指 政府控制第五波疫情 令到第五波疫情 無限擴張 這個不會叫第五波疫情 這個叫做香港大爆發 梁美芬很少會提出 那麼絕的 提議 只會 給香港政府最後通跌 只會留幾天給香港政府限期 如果 對防疫 仍然沒有任何的改善 他就會提出 引用 港區國安法 第三條 將香港 整個抗疫工作 交給中央接手 這個也可以說得上 非常之厲害 這樣的 措施 中文應該叫做雷厲風行 或者很嚴厲 英文教大家的字 叫做Jaconian Jaconian 即是非常之 Harsh 非常之嚴重 通常形容一個很嚴峻的法案 叫Jaconian 很難想到 梁美芬 會提出一個那麼Harsh 那麼Jaconian的提議 因為整個抗疫 首先第一 完全沒有抗疫的成分 對於 那些建制派來說 他們的民意的基礎 和票源 雖然是鐵票 他們主要的基礎真真正正還是來自 相信共產黨的市民 藍絲 那麼現在 那班人 是非常之受害 因為他們對 港共政府 防疫政策 沒有任何的防範 相信政府 相信 一個獨裁政府 有甚麼下場呢 我們稍後還會有一節跟大家說 俄羅斯的士兵 的故事 看到 令人動用 這個是真實故事 也是 冰山一角 相信 極權政府 之後被 強生害死 是時常會發生的事 所以為甚麼 藍絲 黃絲的傷亡那麼嚴重 黃絲也可能很嚴重 因為黃絲人口多 但是黃絲 知道 要對港共政府有所警惕 不會輕易 被他那麼容易 加害成功 當然還有很多情況 是被他害到的 包括我們有個朋友 的家人 完全是 失救的 基本上是 香港政府在做甚麼 調資源 在方艙醫院 買淘寶貨 搞全民檢測 都不去增加那個醫療的人員 導致 香港大量的市民 基本上 不是死於疫情 是失救致死 英國已經告訴你了 美國已經告訴你了 你改善那個醫療的辦法 例如他們無法呼吸 用呼吸機 訓練適當的人手 診斷他們那個需要急救的措施 是能夠挽回大量的生命的 你看看香港政府在做甚麼 是不是 基本上想趁疫情 討好大陸 發大財 真是拿人命 來做交易 他真是不當 人命是人命的 所以為甚麼 藍絲建制派忍不住 寧願要提出 要把抗疫工作交給中央 當然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天真 很愚蠢的想法 你交給中央 貪污貪腐 只會 變本加厲 你說會不會真的幫到 香港的防疫呢 當然是幫不了 不過梁美芬 火遮眼嘛 葛佩凡 還有麥美娟火遮眼 一大堆人 看著你港共政府 甚麼都做不到 自己 就把香港的資源輸送給大陸 簡單來說 他把香港 當成一份大禮 送給 送給上面 的相關機構 要去發大財用來 交換自己的政治 所以你說梁美芬發火 反正也是這樣 交給中央 反正也扩不了疫 可能其實 都錯不完 不過我也挺肯定的 你交給中央 就變成了 其他 在北京的官員 能夠去貪腐 對香港的防疫 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其實 香港如果你真真正正 要減低死亡率 一定要增加 足夠的醫療人手 要 將那些不需要去醫院的市民 一定要跟他們清清楚楚 說清楚 現在好像在玩人一樣 你沒有說清楚到底應該 還是不應該去醫院 輕症的人本身就不應該去醫院 其實應該參考英國的情況 重症的情況 就是例如 會暈了 會失去意識 又或者呼吸困難 無法呼吸 這樣就叫重症 如果你真的把重症和輕症 分流得清清楚楚 你絕對 能夠把重症的人 的生命救回來 而輕症的人 就不需要 好像塞車 現在跟塞車的情況是一樣 現在是塞車導致 很多人 需要被救助的 就失救致死 所以沒有辦法 為甚麼叫大家 你現在 撲去醫院是沒有用的 你再去撲蓮蓮花清溫 再去撲 藥物 是沒有用的 天氣乖乖的 可能多點時間留在家 減低 減低 跟其他人接觸 減低就是中招的機會 中了 正如剛才所說 真的不幸中了 首先第一 減低 感染其他家人的機會 盡量自我隔離 千萬不要一起吃飯 沒辦法了 現在只能夠自救 還是會 我們這一節 先暫時說到這裡